47. 文匯報 為改篇而寫網絡小說難成好 2015年7月11日國內零四本部記者張晶熙在IP成為熱點的當下, 網絡小說逐漸成為動漫遊戲增傷搶奪的改篇武本, 各類強勢媒介的青睞,須抬高了網絡文學的身價, 各也為網絡文學的發展埋下了新隱幻理於改篇似乎成為不少網民作家唯一遵循的創作原則, 造成了當下不少網絡文學情節不斷弱化,甚至陷入闖關打怪的戒斷。 對於這一現象,昨日延伸第十一屆中國國際動漫遊戲博覽會的道務筆記作者南派三叔認為, 網絡小說的成功來自其自由的創作狀態以及與網友的時事互動, 僅僅為了改篇成影視劇或遊戲而創作的網絡小說, 不會成為好IP,IP是影視圈熱詞,但在中國, 此個詞的法家地卻是動漫遊戲產業。近年, 藩娛樂化戰略成為動漫遊戲界的高頻詞,所謂藩娛樂化, 即者由一個成熟的產品打通產業鏈,形成覆蓋多種文藝形式的經典品牌。 在南派三叔看來,藩娛樂化旧期根本就是一部好的作品誕生之後, 通過不同的媒介進行傳播和再鞏固,在中國,與深仇 A、C、G、Animation、Comic、Game的宿舍,是動畫、漫畫、遊戲的總稱, 文化影響的網絡一代一同成長起來的網絡文學, 模擬是最理想的跨媒界傳播內容,也就是所謂的好IP。 然而,資本的關注也在瓦解網絡文學最寶貴的多樣性與自由化創作。 一份網絡文學報告顯示,現在影視遊戲產業資本最關注的事源幻題材, 因為這一類型架空的世界觀與修煉廠關的設定,最容易於改編成影視劇或遊戲。 此外,一些動漫遊戲公司已經開始預約譯滿寫手的作品, 並且在作品的前期構思階段就加入進來,為了迎合資本, 不少網絡小說加材料在類型上主動向改編靠攏,甚至逐漸形成套路。 粗糙的角色性格設定,單一化的情感走向以及強烈的遊戲感, 成為不少網民的通病。 有出版人認為,現在網絡小說越來越多, 但像杜姆筆記這樣的現象及作品卻難滅蹤影, 這詩資本過度介入邦的賭亡。 目前杜姆筆記已經成為國內最火的IP之一, 圍繞該作的網絡劇、電影、網遊、手遊不斷湧現。 原作者南派三宿總結杜姆筆記的成功時說正是得益於當時單純的創作心態。 我的寫作比較痛苦,因為小說不光耀又吸引人的情節, 還須要對人性的嚴密否釋,到無是一個虛意設定, 如何讓小說人物的反應符合人情與邏輯,需要長時間的醞釀。 南派三宿認為IP開發體現了對國體創意價值的認同IP 也提升了網絡作家的幸福感, 但是網絡小說不該盲目迎合其他媒介,為改編列創作、忽善內容的風型, 這樣最終會丟失自己的銳度。